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执行长芬克 发表年度制股东信中表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已经重塑世界经济 促成企业退出全球供应链 中国制造业的地位有可能因此被东南亚取而代之 芬克预估企业和各国政府将更大范围的检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这可能促使企业把更多营运转回国内或临近国内的地区 俄乌战争它终结了全球化的进程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它让整个国际社会都看到 全球化所依赖的这种高度协作互补的这种和平环境 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一夜之间我们看到所有的工业国家 它都立即把国家安全调整放置在了首位 而把这个经济利益是退居次要的位置 纽约时报撰文分析 冷战结束时各国政府和企业相信 加强全球经济联系会带来更大的稳定 但乌克兰战争和疫情把世界推向相反的方向 颠覆了这些观念 中共当局仍在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 但病毒显然不听从党的指挥 中国疫情在多地飙升 管控措施也随之升级 例如上海作为世界最大的港口 由于感染者暴增 社区和小区的封控措施都日趋严格 让外界担心可能影响国际物流 报导指出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推动全球化 以扩大市场 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的环境标准 中国尤其从中受益 俄罗斯则从其矿产和能源出口中获利 纽约时报引述哈佛大学 甘乃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丹尼·罗德里克的观点说 这是许多国家开始认同并接受的一个教训 但乌克兰战争很可能给全球化的棺材 盯上了一个钉子 3月24日 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北约峰会 与成员国领袖共同商讨 制裁俄罗斯和援助乌克兰事宜 拜登呼吁欧洲盟友共同发声 警告中共不要与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 同时表示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 西方军事联盟将做出回应 张勇码 感 二 никак そ